好,这节课我们继续接着讲 三元风水 那么在上节课 我们讲了赵神 这节课我们开始看 赵神,灵神,以及崔冠 赵神,灵神 赵神,灵神,崔冠 那么在这个吹冠曲里面 吹冠的意思 那么冠呢,就为贵 因此呢,吹冠就是吹贵 那么吹冠呢,还有一方面 就是吹冠,吹财 那么就是 在吹冠里面呢,有一个 说的一个是吹冠 一个是吹陆 那么冠为贵 陆为财 就是吹贵 那么下节课我们讲的赵神 这节课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正神,灵神 正神,灵神 那么正神呢 就是 生气之方 当用之方 当令之方 当用 当令 生气 这个呢 就是正神 那么比如说 我们在上元的 一二三四用 那就是 坎用 空用 正用 凶用 也就是说呢 当上元 一北坎当令 二黑空当令 三平正当令 或者是四路逊 当令的时候呢 那么正方位呢 就是正神 那么他的对宫 也就是呢 前六宫 对七宫 更拔宫 离九宫 那么正方位呢 就属于零神 那么在下元的时候呢 凯一宫 库二宫 正三宫 雄四宫 就为零神 而 前六宫 对七宫 各八宫 离九宫 就为正神 那么正神呢 就是 为生气 为当令 为得用 那么零神呢 就为死气 正神呢 他为的是 生气 那么零神呢 就是死气 那就是不当令的 实力 不当用 也叫实用 一个就是呢 当用 一个就是实用 一个是当令 一个是不当令 那么当然 那么正神和零神 还主要呢 就讲的是气 讲的是气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还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这个 讲三的时候呢 三法的时候呢 会用到一个 叫 外排天卦 外排天卦 那么讲水的时候呢 会用到一个叫 中排地卦 叫中排 中排地卦 那么才主要呢 和这两个呢 去结合的 去结合的用 结合的用呢 什么为正神 什么为零神 如何呢 去纳这个气 什么是当令当妄之气 那么现在呢 你只要知道 正神就是 生气 生气方 零神就是 此气方 那你现在就到这个就可以 那到后面呢 我们讲这个 外排天卦 和中排地卦的时候呢 我们再讲 除这个 二元八用 或者是三元九用的时候 怎么样去 纳这个气 用这个气 我们到时候呢 再详细的加以介绍 这个现代呢 你只要知道 正神和零神 就指的是当令 当用 施令 施用 当令的正神 施令的零神 正神 是生气 零神 死气方 那就可以 那么 在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 吹乖吹财 就是 吹贵 吹路 吹路 我们看看 这节课呢 我们只要看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 在先天八卦 也就是河图里面 就遇到河图 那么河图里面呢 和后天八卦的末书 相结合 那么后天的末书呢 就是 凯一公 护二公 正三公 术四公 拙五公 前六公 对七公 各八公 一九公 你看 你看我们没讲 一个风水 要么就要用到 先后天八卦 要么就要用到 河图 落书 这就足以说明 风水 它源自于 八卦 或者是 源自于 河图 落书 也就是 河落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先天八卦里面讲的 一六 北方水 就是天一生水 第六成子 一生一成 和我们上一课讲的 灶神 一样 一生一成 我们看一看 那就是 天一生水 第六香成 空二生火 天七相成 回这说呢 空二生火 第二生火 空为地 第二生火 天七成之 那么这个就是 天三生目 地八成之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 熊世生青 天九成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吹关 吹关吹贵 吹关曲 那我们看看 那么什么类的 凯 凯一 和乾六 那我们说 这个乾六公 那么如果我们到 上元的 一北凯 当令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 上元 当上元一凯 一北凯 上元一北凯 当令 也就是说呢 在甲子 甲剧 甲子 甲剧二十年里边 在上元一北凯当令 甲子 甲剧二十年 那么 钱 钱 就以凯为 吹关 钱以凯为吹关 钱以凯 为吹关 为吹关局 没吹关 一定要记住 就是当上元一北凯当令的时候 那么上元一北凯当令的时候呢 我们说一个 三元九用 那么一北凯用 那么一北凯用 那就是甲子 甲剧二十年 能不能转过这个弯 到上元一北凯当令的时候呢 就是甲子甲剧 我们在这里拍下 甲乙 比丁 物极更新 人鬼 就是六十甲子 你在这里一看 你就明白 甲乙 比丁 物极更新 人鬼 我们看一看 上元甲子 那么六十甲子里面 第一个呢 就是紫筹 对吧 紫筹银毛 紫筹 银毛 成四 五位 生有 虚害 然后再紫筹 银毛 成四 五位 生有 虚害 紫筹 银毛 成四 五位 生有 生有 虚害 因此紫筹 银毛 成四 五位 生有 虚害 虚害 紫筹 银毛 成四 五位 生有 虚害 这个就是六十甲子 我们说 上元 三元 九右 三元呢 分到上中下 三个元 一个元呢 是一百八十年 一百八十年 又分了九个用 就是凯 九姓的九个用 那么 每一个用呢 是二十年 那么上元的时候呢 就是从家子开始 那么家子这里面呢 是十年 那么再到呢 甲续 又是十年 你看 第一年是家子 也就从一八六四年 家子一筹 银云 丁毛 勿成 然后是鬼四 然后呢 是耿武 兴卫 人生 鬼游 这十年 那么第二个呢 又是从 甲续 甲续 以害 对吧 银子 丁筹 又到这个 鬼位 又是十年 意思说呢 上元 一北凯 当令的时候 那就是 当令的时候呢 就是这二十年 这二十年 就是 甲子 甲续 这二十年 就这个意思 那么当上元 一北凯 当令的时候 那么 甲子 甲续 二十年 那么 钱 就以凯 为 吹关 为吹关 我们看 到上元 甲子甲续 为 甲子甲续 二十年 那个 上元的时候呢 是这个 凯用 对吧 这个地方是 凯以前 这个意思 当上元 一北凯当令 这二十年的时候呢 就是甲子甲续 这二十年 那么 甲子甲续 那么甲子甲续 吹关 就是 甲当令嘛 就是 甲 以 钱 为 吹关 甲子甲续 一吹关 一六公主嘛 那么 这个 上元一北凯 甲子甲续 二十年以后呢 就到了 二黑空 那么 二黑空呢 他就是 这是 甲生 甲武 这就是二十年 这个十年 十年 那就是 甲生 甲武 二十年 那么 甲生 甲武 二十年的时候呢 就在这地方 对吧 就是 就是 到 二黑空 上元 上元 二黑空 二黑空 当令死 二黑空 当令 那就是 甲生 甲生 甲武 二十年 就是 甲生 甲武 这二十年 那么 这二十年 是 孔 孔当用 孔为当令 那就是 孔以 对 为 吹关 孔 孔以 对 孔以 对 为 吹关 我们看到 孔以 孔 孔 孔当令 孔二 孔当令 那么 孔一 孔当令 是二十年 那就是 潜 以 孔为 孔以 前 为 当令 当他 当令的时候 那么 潜 就是 吹关 那么 到二黑空 二十年的时候呢 那就是 孔以 对 为 吹关 孔以 他这个孔当令的时候呢 孔以 就是 孔以 孔以 到一北 凯 二黑空 他是四十年 各二十年 那么 再下来呢 就到了 三宾正 那么 到 上元 三宾正 当令的时候 他也是 上元 上元 到三宾正 当令的时候 当令时 那么 三宾正 当令呢 他也是 二十年 他的二十年呢 就是这个 甲乘 甲银 那么 这个是十年 这个十年 也是 二十年 那么 到 上元 三宾正 当令时 那么 甲乘 甲银 二十年 甲乘 甲乘 这二十年 那么 是三宾正 当令的时候 那么 那么就是 正义 耿 吹乖 就是 正义 耿 我们看这个 到 上元 三宾正 当令时 也就是 甲乘 甲乘 二十年 那就是 正义梗 为吹官 正 正义梗 为吹官 那当然 你 正义梗 为吹官 那你 布的这个局 就是吹官的局 你现在 搞清楚 什么是吹官 那 那 到三宾正 又走完以后 那 那就是 一北 一看 二和一空 三宾正 六十年 那上元 就已经结束 那么上元 结束了以后呢 又进入到 中元 那么中元呢 就是 四律兄 五皇中 六北前 那么到进入中元 又从这个甲子 又从甲子 甲戌 甲生 甲武 甲乘 甲银 又开始呢 重新转一圈 重新转一圈 我们看 那么到上元 中元 这是四律兄 那么四律兄的时候呢 这个就开始进入中元 这个就开始进入中元 因此呢 到中元 四律兄 凶挂 当令时 那么四律兄当令的时候呢 也就是 甲子 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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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地方呢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中元里面呢 还有一个 四律兄 五皇中 五皇为中公 六平为前 他这三个右 那我们知道 中国呢 是五皇 没有方令 那么这个呢 他也是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各管用二十年 那么五皇没有方令 怎么办 这个五皇呢 他也是二十年 那么把前十年 分在秀里面 那么后十年呢 又分在前里面 这个要 搞清楚 这个呢 也就是二元八元的来历 也就是说呢 到了中国五皇 这二十年的时候呢 因为他没有方令 所以呢 这二十年呢 他的前十年 归呢 上元 归这个秀司公馆 那么他的后十年呢 又归前六公馆 因此呢 就把三元九用 变成了二元八用 二元八用呢 其实就把这个中五公呢 封在这两个 挂里面 把这个中元呢 分别呢 加入在 加入到上元和下元里面 那么归司呢 把这个秀 也分为了上元 叫做呢 一兵开二黑空 三兵正 四兵秀 这个为上元 那么六兵前 七十兑 八兵狗 九子狸 叫下元 这时候呢 就变成了二元八用 那么虽然成了二元八用 但是他的年限呢 还是没有改变 还依旧呢 是一兵八十年 这时候呢 就变成了上元 上元是一二三四 凯一公 霍尔公 九三公 雄四公 那么美英元呢 是二十年 二十八十年 八十年的时候呢 又加了这个中公呢 十年 就变成了九十年 那么下元呢 是六兵前七十兑八兵的九子狸 也是八十年 八十年呢 再加上中五公的十年 他依旧呢 是九十年 因此呢 上元和下元 各为九十年 也为一比八十年 他们呢 也是一比八 一比八十年 和我们的三元九右 就在这个地方 分开 因此呢 当上元 当这个中元 四旅兄呢 当元的时候呢 我们说 他本位呢 是三十年 他本身呢 有二十年 再加上中五公 分来的十年 就变成了三十年 因此呢 是 夹子夹去 就是十年 夹子 夹去十年 又来一个夹生 那么这个 这个 变成了三十年 就这三十年 因此呢 夹子 夹去 夹生 那么 这三十年的时候 就是 秀以 离 为 吹官 秀以离 为吹官 秀以离 为吹官 注意 这个地方是 三十年 因为他 加了 中英公的 前十年 中五公 那么中五公的 后十年呢 加在这个 中元的前六 六倍前 那么 把他呢 中五公呢 封区以后 那么 匈斯公埋了以后 那就是前六公 前六公 我们看一下 前六公 在这个地方 那么到 这个 中元的 前六公 就是 当中元 在这个地方 当中元 六倍前 当令死 当中元 六倍前 当令死 那么就 剩下的 这个 甲五 甲成 甲盈 三十年 也就是 这三十年 那么 甲五 剩下的 就是甲五 甲成 甲盈 那么在 这三十年 里面 就变成了 前一 坎为 吹官 那就是 前一 坎 前一 坎为 吹官 要躲过来 我们看 当上元 一笔 前 一笔 甲子 加旭 二十年的时候 甲亦 前为 吹官 当中元 甲五 甲成 甲盈 这三十年 时候呢 是 甲亦 坎为 吹官 那么中元 完了以后呢 进入到 下元 下元呢 又从 这个 加旨开始 下元呢 又从 加旨 又一个元 加旨开始 那么下元呢 第一个就是 对齐功 那么对齐功呢 吹官 也管的是 二十年 就是说 当 对齐功 当 七尺对 当 七尺对 当令死 那么 那么七尺对 当令 就是下元的 开始二十年 也就是 夹子 加旭 这二十年 是 夹子 加旭 这二十年 当 下元的 七尺对 当令 也就是 下元的 夹子 加旭 夹子 加旭 二十年 那就是 七尺对 对 以孔 对 以孔 为吹官 这个是对 对以孔 为吹官 那么 他们呢 构成的 浓穴 萨水 构成的 这个下 这个局 就是 吹官局 那么 关于后面的 这个 吹官 活局 我们在后面呢 要每一个挂 每一个挂 每一座山 每一座山 去讲 那么到 下元 七尺对 来了以后 就进入到 下元 八北梗 进入到近地方 由此呢 当下元 八北梗 到令 当 下元 八北梗 八北梗 到令时 那么下元的 八北梗 到令 也就是二十年 那就是 甲生 甲午 那这二十年 当下元 八北梗 到令时 也就是 甲生 甲午 这二十年 那么 这二十年呢 就是 耿以正为 吹官 耿以正 耿以正为 吹官 为吹官 为吹官 那八北梗 那八北梗 完了以后 就进入到下元的最后一个用 叫九子梨 这个地方 于此呢 当下元 九子梨 九子梨当用时 当令 当令时 他也是二十年 下元的最后二十年 也就是 甲乘 甲营二十年 这个地方 甲乘十年 甲营十年 今二十年 由此说呢 到下元九子梨 到令时 也就是 甲乘 甲营 甲乘 甲营 那么 这二十年的时候 那就是 李书 为吹官 李 李书 为吹官 那么 那么 这里面呢 我们就找到呢 到了下元的九子梨 那么下元的九子梨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要从上元开始 九子梨又完了以后 又进入到了上元的一北坎 二黑空 三立正 到了中元的四立书 五皇中 五皇中呢 他风的又呢 还是一样 前十年 归上元的凶 后十年 归呢 下元的前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六十甲子 是为了方便记忆 给你列出来 实际上呢 你只要知道 你对六十甲子熟悉的话 你只要知道 甲子 甲虚 甲生 甲武 甲乘 甲营 那么一次呢 拐十年 就可以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那就是刚才的 我们说这个 二元八右 和三元九右 那么我们说三元九右的话 就是上元 中元 下元 我们看 那上面呢 就是 凯一 空二 正三 就是中元的凶四 然后呢 到中五 前六 下元的对七 更八 更八 零九 那么这个呢 在分数学里面 就是三元九右 这是上元 一二三是上元 这是上元 那么四五六是中元 那么七八九 就是下元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三元九右 它是三元九右 那么 三元九右 如何化为二元八右 那么在二元八右里面呢 它是把这个 从这个地方分开 那么中五 我们先不管 那就是一二三四 那么这个呢 全部归为上元 上元 那么六七八九 归为下元 那么现在我们把三元九右 就变成了二元八右 我们看 那么六七八九 这六七八九 每一个元是二十年 它总共呢 二十是八十年 它是八十年 那么这边呢 是一二三四 也是每一个元呢 每一个右 二十年 也是二十八十年 是吧 那么二八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呢 我们说 还有一个中五宫 它也有二十年 那么中五宫的二十年呢 前十年 封黑到上元 那么后十年呢 封黑到下元 那么封黑到上元的呢 就是归了这个 秀斯 秀斯宫呢 有一次呢 还有了三十年 从归到下元的 那就在这个 钱里面 那么钱库呢 钱库呢 也有三十年 有一次呢 二元八月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凯一宫 库二宫 正三宫 这个呢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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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秀斯宫的时候呢 就成了三十年 那么到了下元的时候 那么钱六宫是三十年 对七宫 各八宫 离九宫 各都是二十年 那么六十年加三十年 实际上呢 就是 就是九十年 九十年 变成了二元八月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以后要用到的 我们经常讲的 二元八月 那么在二元八月的时候 二元 八用 二元八月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清楚 从 中间分开的是 一二三四 这个是 六七八九 那就是上元的 一用二用三用四用 一定要清楚 四用三十年 那么下元的时候呢 是 钱六堆七更八零九 那么钱呢 是三十年 就可以 这个就是二元八用 三元九用 导成了二元八用 它就是 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是呢 把这个呢 调整了一下 重新呢 归了一个类 重新呢 划分了一下 直接呢 把这个中元 封为呢 上下 两元呢 各驱拐 各驱拐 那么实际上呢 中元的六十年 也就是呢 把这个中元的六十年呢 封在上元呢 三十五年 上元三十年 下元呢 三十年 你看中元以前不是 凶为二十年 现在呢 又封了十年 变了三十年 那么下元的前 前步呢 以前是二十年 现在又加了十年 变成了三十年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吹关局 关于这个吹关局呢 以后怎么用 我们以后呢 还会把每一个局 每一个局 都会讲 那么 今天有数的 你可以把数打到 这个 这个书上的 二十五页 二十六页 就讲的是 吹关火局 以及呢 吹关的定局 所谓的定局 就是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那么所谓的火局 就是按照呢 二元八用 三元九用 怎么样去做 那么到后面呢 比如说 还有上元的家字家训 人之鬼 这是怎么样呢 去做这个局 我们到下节课呢 我们再接着讲 有这本书的 可以看一下 第二十五二十六 下节课呢 看一下二十七页 二十八页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